欸 戰地風雲5推出了最新的烈焰風暴模式 蛤 你不知道什麼是烈焰風暴模式 哎呀 就是大逃殺模式啦 那這次戰地風雲5的大逃殺模式 究竟會玩出什麼樣的新花樣呢 真是讓人太期待了 大逃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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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兩年最紅的遊戲模式應該就是它了吧 結果弄得每個射擊遊戲不推出大逃殺模式 好像就落伍了一樣 戰地風雲5終於在日前 推出了自己的大逃殺模式烈焰風暴 雖然比起其他家好像要慢了點 不過在遊戲內容上可是有不少特點喔 首先是載具的部分 一般的載具多半只是單純的協助玩家移動 頂多加上個開車撞人而已 在烈焰風暴當中 預定會推出17種的載具 不管是重型戰車 水路兩用車 現在連空中的直升機都可以開了唷 再來則是武器系統會有等級的分別 一般稀有史詩 通常更好的武器會出現在保險櫃當中 但是打開需要時間 這時候就很容易被其他對手偷襲成功 想要拿好武器 風險也是很高的囉 烈焰風暴這個新模式目前已經開放 不跟各位多聊啦 我要開重型戰車去炮轟房子囉 Go